逃犯中也有一个搞笑指数不低于这个逍遥法外的刘某 10月21号上午 一名男子在伊乌铁路公安分局门口拍视频 然后发朋友圈和抖音炫耀 当时巡逻民警觉得此人有点奇怪 没事干嘛去拍公安局大门呢 于是上去盘查了一下 没想到一查也是网上逃犯 此人网上非法购买仿真枪 被上海警方上网通缉